各位媒體的好朋友們 各位的來賓們 下午午安 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 趕於不同跨越彩虹記者會 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紹 什麼叫做跨勇士 跨紅者 We're gonna talk about regular classes 為什麼會有跨紅者這個名稱出現 因為有一群人呢 他們過去曾經面對生命中性別認同的困惑 並且做出了選擇 最終他們又選擇了一條敢於不同的道路 並且成功退變 活出來更美好更滿足的人生 這一群人我們稱他們為 跨越彩虹勇士 簡稱為跨紅勇士 或是 跨紅者 為什麼會有跨紅者的產生呢 因為這種1960年代的同志運動 開始以後 在全球幾十年來形成了一個全球化的浪潮 而且過去這五年來甚至性別革命 Gender Revolution 也成為下一個令人全球注目的一個焦點 可是有許多人不曉得說 就在這個時候 悄悄地在全世界的每個角落 正在興起全球的跨紅勇動 the global rainbow crossing movement 新一代的跨紅者 新一代的 rainbow trussers 今天跟我們一起聚集在這裡 這一些的跨紅者 這一些的 rainbow trussers呢 他們是 在這個幾十年來的同志運動裡面 他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有一些人呢 甚至 做了變性的手術 經過那樣漫長艱辛的過程以後 結果發現 沒有尋求到他們當初 所要尋求的那個 滿足跟性別的自信 可是他們沒有就這樣子的放棄 沒有這樣子的消沉下去 他們反而面對生命中的種種的挑戰 他們有感的再一次做出感於不同的抉擇 並且成功推薦 活出了他們現在的滿足跟自信的一個人生 我們認為 而且因為這些人 他們的存在 他們的生命的故事 向全世界直接證明了 同性別不是天生的 是可以改變的 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是 就是因為他們選擇了這樣子的一個感於不同的道路 同時呢 他們的聲音呢 在全世界是被打壓的 他們的聲音是被塞了 以至於呢 原來的 同運人士不接納他們 世界也不認識他們 可是 他們這一群人 是幾十年來的 同志運動的結晶跟精華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們 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們有一些人為了尋找真正的自我 尋找真正人生的滿足跟確信 他們願意付出這樣慘重的代價 比如說一個變性者 他要經歷九次的手術 那麼多年的賀痕 打賀痕 然後經過種種心理上的調適 來追求他們那個心中的那個真我 所以這些人呢 是真正生命中的勇者 可是他會發現 他們必須要再一次做出抉擇 走出一條感應不同的道路的時候 他們也勇敢的 在迎向生命的挑戰走出來 所以他們的這個 生命的這個經驗啊 可以說呢 是好像珍珠一樣 是經過水經過火以後 直接淬煉出來的 我們稱他們為 是真的是同志運動幾十年來 全球同志運動所產生的精華跟結晶 這些人的聲音必須要被聽見 這些人的經驗 可以對台灣甚至對全世界 在社會心理學 在這個教育很多的上面 可以產生他們極大的貢獻 可是 是因為他們的聲音被關掉 所以但是為什麼今天台灣 為什麼敢於不同國際聯盟籌備會 都在台灣成立 因為我們台灣聽見世界的聲音 我們台灣就先在這裡跟大家宣告 我們台灣聽見了世界的聲音 我們台灣今天要創造這個舞台 創造這個平台 跟這個世界的聲音 一起來發聲替他們來講話 也同時 世界的聲音今天也站在這裡 大家看到來自各國的不同的 不同膚色 不同國典 不同年代的跨同志 他們今天也站在這裡 跟世界的聲音也跟台灣站在一起 共同來發聲 我覺得這就是台灣走出來 跳脫這個兩極化的爭論 跳脫那個聽通反通 這樣子的一種兩極化的對立裡面 台灣都走出來這樣子敢於不同 這樣一個道路 而且我們今天 我們接下來 明天後天 10號11號 10號11號 我們還有系列性的活動 包括11月11號 在華大威秀所舉辦的 第一屆國際跨紅節的班慶 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宣告 這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麼多的國家 來自15個地區跟國家的跨紅者聚集在台灣 今天我們讓全世界知道 台灣跟世界站在一起 世界今天也來到台灣跟台灣站在一起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感於不同的理念 很簡單 我們的感於不同的理念就是感生 感愛 感於不同又感同身受 我們不反紅也不挺紅 我們也一點沒有口頭 我們沒在口頭 因為這些跨紅者都是從這個運動裡面出來的精華的潔晶 只是來這裡分享 跟世界來分享這些他們生命中的成功退變的故事 這樣的成功的退變故事將帶給許多正在尋求改變的人 尋求退變的人無窮的希望 現在我就要開始來介紹這一些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跨紅者 跨紅勇士們 首先第一位 DL Angels 從美國來的兩位 從美國來的兩位 我們肯定完 verme DL augment D Sundays D怨老師 拖籃 星巴黎 DL DNet D чувств D D 上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拿著兩個拐杖 還不耐著走路 今天他可以站在這裡 跟大家來分享他生命的見證 而且把他給教育 我覺得他是生命保育的教練 好 再來就是 太幸運了 手太抖了 對不起 Pololico Luiz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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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co Luiz 同次酒吧Polico槍擊他的時候 Luiz也在那裡 And you were like Trevor 他們被很多人從他的身上踩過 為什麼嗎 因為他那個時候停在那裡 要把門打開讓外面的人逃出去 他已經被躺在那裡面這樣踩 OK 大家給他好好的鼓掌聲 OK 大家給他好好的鼓掌聲 可是錢會 給他好好的 ifeng速度 他先給他好好的 蹋起來 有些人 我可以再次看 我可以拿去 隨便 出來 我可以拿去 從英國 英國 Gloria 韓國 韓國的到嗎 另外一位是Jonan Lee 是從南韓南韓 他等一下會加入我們 他在從機場到這裡的路上 然後Japan 日本 中國的到了嗎 好 蘇俊 從中國 中國 好 最後一位是最帥的 從台灣 台灣 朱瑞瑞 一二 Jesuz from Colombia 我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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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我們也進行了一項民調 希望能夠進一步的了解台灣民眾 對於同志議題的真實的探訪 讓我們邀請郭大衛先生來說明我們民調的結果 對於我 好 各位記得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衛 我也是一位跨文者 今天在這邊帶著感動 我想要特別 非常感謝大家 歡迎來到台灣 謝謝你們來到台灣 我們非常感謝你們 謝謝 謝謝你們 今天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有做一個調查在台灣 同志議題 是一個全國性的調查 我們來看下一頁 好 我們是用這個電話抽樣的方式 來訪問有成年 有子女的成年民眾 下一頁 好 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 當不擔心你的子孫成為同性戀者 我們發現是相當懸殊喔 百分之六十六成的這個爸媽都會擔心 子孫有可能成為同性戀者 那百分之三十六點八呢 比較不擔心 百分之一點九 不知道拒答沒有意見 下一頁 OK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家中有同性戀者 的家長 那我們調查覺得 他們需要什麼 題目是 如果你周遭的親戚朋友是同性戀者 請問你會覺得他們的父母親長輩 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那我們調查結果出來 百分之五十點九 認為他們可能需要一些心理諮商輔導 那七點五 我們認為他們需要性情向的引導教育 六點六 認為他們需要了解同性戀者的資訊 二點八 認為他們需要孩子性情向判別的測試 那有百分之四十四點三的不知道意見 俱達 好 請看下一頁 好 最後一個問題是 轉推薦性情向轉變諮商的意願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諮商的方式 可以有機會讓同志來做轉變他們的性情向 願不願意轉介紹的親友 我們發現到百分之六十七點九 將近七成的無重 他們都是願意介紹的 然後有百分之二十五點五不願意 百分之六點六 是不知道我們技能會聚達 那等一下我們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些管道 是關於在台灣有 然後這樣子可以提供轉變諮商醫院的 在下一頁階段 好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薛 謝謝 好 謝謝台灣的說明 可見這個議題是很多人在關心的 超過六成的多位的父母者他們是有關心的 很擔心這個議題 那麼可是這個議題又沒有從來被好好正面的討論過 那麼今天我們很榮幸的等一下讓我們請到了在這一方面 在心理諮商方面 臨床方面很有經驗的王偉康博士 他來對我們來分享一下他在這一方面的經歷 好 我是王偉康 其實今天我覺得類似很感動 都是很恐怖 看認真每一位 我看見他的後邊學習很多古的 其實這個故事 這個性別有寄信這個故事從哪裡開始呢 我有算是在新加坡人 其實二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 拿來一包做培訓 我在這第二位做培訓的 第一位就是花式典前生的功德 我還記得這哪一天 他找他的故事 很多苦難或苦累 我又問 怎樣去管理他 這個苦難的問題還蠻搞的 那麼從哪一天開始 我就是學習怎麼去幫助花紅者得勝 我是專門研究心理跟精神科人 我是在香港出生 我在美國拿了博士 也在精神科醫院當中 去幫助教書 就是找一些精神科醫生的 幾十年前 我有這個想法怎麼去幫助 就發現研究當中就是性別可以有寄信 因為沒有寄信帶來很多很多的苦難 寄信 不光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的親人 每一個來發的有一個苦難 什麼是性別有寄信呢? 就是說這個孩子長大以後 他的性取勝 是跟他的出生的人切體一樣 英語說是 The sexual attrac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iological birth of the child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在新造坡 一位自身農民的朋友 打動我的內心 這裡長得很好 就是說感同身受 我發現我的內在覺得很破碎 為什麼? 弄些什麼東西可以幫助他都寫這篇書 這篇書很簡單 很簡單的是 怎麼帶孩子幫助他性別有寄信 最後來說呢 幾句話就是跟爸爸有關係 我們現在不指著 就是解釋 I'm not trying to blame I'm trying to explain 當我教書的時候 我們很聰明的精心科醫生 我告訴我 Dr. Wong 怎麼去弄什麼 你說話 我說 The better you can explain it The better you can treat it You explain it well and you treat it well You have to do scientific impartial evaluation 那麼你要很清楚的 一片一片的就是研究 我發現呢 最重要的就是爸爸 爸爸發生問題的時候呢 媽媽就受罪了 我在我本書第一版就是說 不好意思說話 帶男人主義 帶男人主義呢 就是一種不健康的一種性慶善 問得出來呢 爸爸不健全的話 那麼媽媽就受罪了 為什麼? 他有當爸爸的決心 他有當媽媽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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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男朋友的代表來了 要當媽媽的決心 那麼他誰來支持他呢? 他的苦難誰來關顧呢? 那麼媽媽不開心的時候呢 沒有人開心的 包括他的孩子 那麼爸爸不在的時候呢 爸爸不懂他不理的時候 帶男人主態嚴重的時候 他的兒子呢 沒有辦法接受爸爸的性別的認同 Sexual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就是這個薩姨姑呢 現在我講的是小孩的 四歲以前 五歲以前 實時呢 這個性別認同的後果呢 可以減低 漲低 可以避免的 reducible sosal preventable 對方 但是呢 我們首先要幫助 父母啊 爸爸媽媽比較健康的 所以這個孩子呢 兒子呢 就是長大的時候 要說 我要掃爸爸醫院做一個男孩 所謂妖膏機器 男伍機器要回來的 媽媽沒辦法平日 因為他是女的嘛 那麼女呢 媽媽 帶女兒的時候呢 在这个女儿发现妈妈很苦玩 爸爸也不在 爸爸能伤害她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说 我不要当女人 当女人好像妈妈一样 我看着妈妈的苦难 所以她取决她自己原来 原生来的人心体的主动 Anti-proposal 她说 我不要女性 这种仁若 她作为一个情绪上的孤儿 长大以后就是需要关爱 爱是很困难的事 但是搞性关系很容易 很简单 所以就管了 就是用性关系去拿到关爱 那么很多东西就性化了 所以就是有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恋 这个问题 起码现在来说 跨性恋是一种意识形态 ideology 是不是science 故事 科学 科学 医学当中一部分 所以我们理解以后可以避免男人的长期来 我跟我的太太 上个星期去了东马赛园 哪里帮助 发现哪里的男人比较弱了 原居民比较弱了 我们就是靠新加坡的帮忙 就弄好一个好爸爸运动 赛园没有出来 因为我完全相信男人健康 心理情绪健康的话 孩子就有记性了 谢谢 谢谢 OK 谢谢黄武康博士的分享 其实很简单 父母亲不用那么大惊小怪 如果你了解的话 那么其实有很多 当你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那一点都不难 父母亲你本身就可以帮助小孩子 能够在性别认同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帮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所以性别有自信 童年更快乐 这个也是我们赶于普通国际人们想要推动的 让各位作为的父母者来知道说 怎么样在这方面送给小孩 只有你可以给他们的礼物 欢迎大家星期六 就是明天下午2点在世贸中心 2点半在世贸中心国际会议厅 我们有三个小时的讲座 帮您为人父母者过来学习 好 那在接下来我要介绍几位的国际跨洪者 他们来各位 跟各位分享他们生命的经历 好 第一位就是Jim Dorman 从美国来的Jim Dorman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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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荣幸能够来到台湾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 我到过中国也到过香港 我想要让台湾这里的人民知道 你们是非常美丽 非常仁慈善良的人 我和我的朋友坐了Uber这种车 然后我们在错误的地方被放下来 就看到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在路上 然后就帮助我们呢 就是叫了计程车 然后还跟我们说要怎么走 其实他只开了几个英里而已 这位计程车的司机 我们试着付他钱 他说不用 不用 我会帮你打点好 不用担心 所以从我的打从心里 我谢谢你们 对我们这么好 这么的仁慈 今天这个下午 我要来讨论关于改变这件事情 我是一个跨洪者 我之前是一个同性验者 改变是可能的 我是勇于改变的 在我13岁的时候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位男同性恋者 从我很小的时候 小妈孩子的时候 我试着改变 可是那个感觉一直都没办法改变 但是我也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然后有自己的孩子 但是如果我一直有同性恋的心情下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 I was so desperate to love and be loved 我的心中非常的渴望去爱人 也希望能够被爱 I gave up all hope 但是我绝望了 那时候我放弃了 and went into the homosexual lifestyle at the age of 23 所以在我23岁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就选择说 我就去自我放逐巴 就干脆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了 at 28 I met my partner 在我28岁的时候 我遇到那时候的男伴 he was HIV positive and hepatitis C positive 他那位男伴那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艾滋病者 而且同样是膝肝代缘者 That's how hungry I was to not be lonely and for companionship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那时候是已经是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多么的渴望 只要有伴侣有爱就好了 and then June 8, 2002 所以在2002年6月份的时候 16年前了 that all dramatically changed 但是有一个很巨大的 性剧性的改变 I came home and my partner and I got into a verbal altercation 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和我那时候男伴就大大的吵了一架 and he kicked me out of our house 然后就把我提出门了 switched your bank accounts 我们当然就 银行账号也都要换了 and I found myself homeless with no money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而且一毛钱都没有 I laid on the floor in Palm Springs, California 那时候我就躺在这个加州的这个 Palm Springs 这个是橄榄之城的 一条路上就躺在路上 and it's hot in June 那时候六月份是非常热的 no air conditioning 没有冷气 about 110 degrees 110度的话应该算是 45摄氏45摄氏45度 and the next morning I woke up I didn't know what I was going to do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I know I still have my gym membership so as I walked to my car 但是我那时候知道 我还有那时候的健身运动房的会员 5 dollars was laying on the sidewalk 那时候呢 就在路边我就看到五块钱美金 and after that miracle 那时候呢 我就觉得那是一个神迹 miracle after miracle occurred 神就让我一次又一次体验到这个神迹 祂在哑活我 and so let's see 6 years later 那六年以后呢 after I sought change 我选择改变以后 psychological and professional help 经过了就是说心理上的 还有专业上的来帮助我以后 and groups that help people that struggle with homosexuality 还有就是经历小组专门是帮助我改变的这种 帮助我改变的这种 帮助同性改变的小组 journey with me to help me change 他们陪伴着我一直来走这条改变的道路 and today 今天 I am a proud 我非常感到荣幸 husband 我是一位很骄傲 我感到非常感到荣幸 我是一位先生 我开展的先生 and father of three children 然后我有三个孩子 The reason I stand behind my family here 我站在这张照片的后面呢 as you can tell we have a newborn baby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一位新生儿 我的太太说 I'm not getting out of playing with two kids in a newborn baby you不要叫我带了两个孩子 又带了一个新生儿跟着你一起飞 so we printed out a life size poster so you can look at my family 所以我就选择把它印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家里在这里 and I'm honored again to be here today 我非常感到荣幸 我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在一起 to share my story 来分享我生命的故事 of transformation 改变的故事 and I'm honored and I know you can't hear from everyone behind me 我知道很遗憾 就是说 不是每位在后面的见证里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你们都能够听得到 但是后面这位每位的男生女生们 have incredible stories of transformation 他们有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每一位都有 他们也改变了 就像我也改变一样 就像我也改变一样 我也知道有非常多在美国的朋友们 他们都也经历了改变的过程 他们也都改变了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像我这么勇敢来说出来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 story is a sexual transformation 剩我这样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但是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许多的耻辱 或者是外界的压力 就是因为外界给他们许多的这种压力和耻辱 所以他们不敢分享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 就是要告诉世界 改变是可能的 你不需要 不一定是需要当这个同性恋LGBTQ这个族群的人 但是让我分清楚的解释一下 我非常的疼爱 我非常的温爱LGBTQ这个族群的人 我并不反对他们 我的心 也希望他们有一天为你选择去改变 感谢他们 好 谢谢基督工们的分享 下一位呢 他的名字叫做Kesuz 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精彩的生命的故事 我非常地荣幸我能够来到台湾 我非常地荣幸我能够来到台湾 你们可以看到我曾经是一位变性者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父亲离开了家 所以我成长的过程一直都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来告诉我如何做一位男人 当我父亲离开家以后 我们家族中的在我身边的这些男性呢 他们虐待我而且性虐待我 所以从那时候起来我的心灵就被扭曲了 所以从那时候起来我的心灵就被扭曲了 那就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 我会变成同性的这个方向呢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的父亲离开我这个家 然后我又被性侵了 所以那时候我心中就有一个坚固的营垒在那里 那时候我就自以为是我就是一位男同性的者 那样的经历呢就是带领我走进了这样子的路程 在那之后呢我自己心里面做了一个决定 我那时候呢就是选择了毒品 用毒品呢来就是麻痹我心中的痛苦 用了世界上最毒的毒品 过着非常迷烂的性生活 and I can say 我敢说 that I'm here representing South America 我今天在这里是代表南美洲这个方向 because 因为 when I was living that life 那时候当我过着那样子的生活的时候 I have hundreds of friends 我有许多许多上海的朋友 many of them are dead 他今天已经死了 but God gave me a new opportunity 但是神他给我一个新的机会 I also got infected with HIV oh 我那时候呢也被Ig病已经感染了 and with hepatitis C 而且也感染了西型肝炎 那这两个病毒呢 使我的肝硬化 at some point the doctors in Wisconsin 那时候我的医生就跟我说了 told me that I was gonna die you一定会死的 and I was almost in my dead bed 我那时候也几乎是躺在冰藏霜 奄奄一息了 and I have to say 但是我必须说 that God Jesus came into my life 那时候神耶稣基督就进入到我的生命 and help me to overcome death 帮助我克服了死亡 然后在那之后呢 I started looking for help to change my emotions, my feelings and those strongholds that I had in my mind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寻求各样的帮助 让我能够克就是说 来克服我心中的这些感情感受 还有心中的这些坚固营蕾 and today I can say 我今天也说了 也愿意说 that I am a rainbow crosser 我今天是一个空洞 and I dare to change and I dare to change and I can also say 我也敢说 that this is not just South America and Colombia 这也不是只是南美洲的 在南美洲发生的事情 也不是只有在南美洲 哥伦比亚发生的事情而已 but it's a global movement I have traveled through South America 我在南美洲也做许多的旅行 meaning hundreds of people 遇过了上百的人 who has left behind 他们也已经离开了那样的生活 homosexual behaviors 离开了同心恋的生活方式 that can be learned 是那种方式是经过学习的 and can be unlearned 所以如果可以 那种生活是学习来的 也可以反而学习 and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are here 而你后面也看到这群人呢 I met before talking here 我在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们 再来到这个记者会见 because we are all together as one 因为我们在一起是新联系的 telling everybody out there in the world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that change is possible you are the yo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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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k 谢谢我们来自科路比较的 hesus 再下来我们Key主播的代表 跨洪勇士代表佩玲 大家好 我叫黄佩玲 我是来自台湾土生土壤的台湾人 然后过去我是一个女童心恋者 对 大概有十几年 将近十五年的经历 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是大概我小三年级 我就怀疑我的姓像 我怀疑我的姓情像 我是不是喜欢女生 那后来我们有 我们的学校有进到 有一个同志团体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LGT 那他就进到我们校园 跟我们说 如果你是女生 你喜欢女生 那你很可能就是同性恋 你就是女童性恋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对我的 对我在性别上面的一个困惑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曙光的感觉 我觉得我好像 我是他所说的这样子 那后来呢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遭受到亲人的信心 所以我开始会对男性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排斥 我敌对他们 然后我把我自己塑造成 就是非常强壮 非常阳刚的一个中性的外表 我开始这样子过同性恋的生活十几年 我在这过程当中我有私人的伴侣 那其实每一个基地都是 结束的时候一定都是非常痛苦的 但是我记得就是 当我开始越来越大 即到青少年级 然后要成为承认的时候 我的内心开始非常的痛苦跟挣扎 因为我不知道我当初我选择的 这条大路是不是对的 我觉得我的琴坎上面 有非常大的一个空虚感 有一个非常大的痛苦 这个是我在同性恋的伴侣身上 没有办法找到 可以填补我的心中 那样的一个空虚 跟我这样的一个痛苦 后来我在我的家人当中 公开51个同性恋者 就跟现在台湾的真实的台面上面 所讲的一样 确实我在我的家庭当中 也受到非常大的震动 就是我的家人并不认同 我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可是当我跟他们说出我的基地的时候 其实那个反对的声音也成为我 也成了支持我的声音 因为在我决定要结束 我跟最后一任的女性伴侣的 同性生活的时候 其实我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挣扎 可是是我的家人 跟我后面有一大群的朋友 他们带领我走过 他们支持我 帮我的支持我 然后陪伴我走过这个经历 那如今呢 我觉得我今年30岁了 我很开心 我自己能够找到我自己 自己对性别的自信 跟我重新找到是我 我觉得在台湾现在正处在一个 有点很艰辛的一个状态 那我觉得不管是挺同的声音 反同的声音 或者是我们不支持也不反对的 我都说 我觉得我今天我成是一个同志 我现在想要 我现在已经改变成 我很享受这个男生的生活 我也很渴望有一段婚姻 那我觉得不管挺同跟反同 我们都会需要跟着台湾一起跨越这一个 艰辛的时刻 因为真的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同庆界则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 我们也有不一样的选择的 谢谢佩妮的分享 那接下来我们请朱振威帅哥出场 但是等一下下 因为我们感觉不同国际联盟筹备会 接下来想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台湾 建立这一个国际跨越彩虹者的平台 把所有的资源能够把它整合起来 国际性的资源把它整合起来 国际性的经验把它整合起来 国际性的声音也把它给整合起来 从台湾站在世界的高度 世界舞台上面来引导这个世界 对这个社会来产生一个正面的 而且是极有建设性的一个引导的作用 同时我们这个平台的建立呢 除的是在彼此互相的资源 还有互相的扶持之外呢 更重要的是感同身受 大家看看身后的这一些 其实他们只是许多人的跨红者的代表而已 但是他们的心中就是有火的 他们的心中是有爱火的 不是有怒火的 他们是有passion也有compassion 他们是感同身受有热火热情但是又感同身受 他们的热情是什么 他们的热情就是要告诉台湾想要回家的孩子 不要怕 这里还有一条回家的路 让我们陪你一起回家 让我们陪你一起回家 那接下来我们的详细的活动 还有这些的资讯 我们再请朱振威也是跨红勇士 好 谢谢大家 我叫朱振威也是一位跨红者 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来分享 敢于不同国际联盟重备会的正式的一个启动 那其实真的在面对这一条性别认同的路 不是一条简单的路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是很多生命里面 需要去认知到的一些状态 而这些状态往往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而这个被忽略的地方 其实也就是我们这一群跨红者非常努力 还有拗跨许许多多正在面对性别议题的朋友们 正在努力想要找到的答案 那我觉得真的 因为有一群人在后面这样子帮助我们 有一群这样子专业的人士帮助我们去了解 我们生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也才能够从原本对自己的困惑 而去接纳自己的真实性别的一个认同 所以我也很开心的可以跟大家说 其实我现在也非常地享受成为一个男人的样子 过去曾经被其冗成娘娘强 被其冗成娘炮了一个人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我的个人特质 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男生 我不会去否定我这一个人的特质 我也不需要旁边的人来界定我到底像不像是一个男生 所以接下来我要向各位记者朋友们来介绍 我们接下来会有的三场的活动 这三场的活动呢 都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 更多的人能够去认识 怎么样能够在性别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当中 能够找寻到一些不同的想法跟出路 我们在明天下午2点钟 在国际会议中心 有一场性别自信的跨红讲座 我们邀请到三位专业的博士来跟我们分享 如何的建立孩子的性别自信 以及如何来面对 如果你的家中有孩子 在面对这个性别议题 性别倾向当中有困惑的话呢 可以在这样的讲座当中去得到一些资讯 得到一些帮助 让你可以更多的去认识 怎么去跟你的孩子互动 接下来在明天的晚上7点钟 在一样的国际会议中心 我们有一个国际跨红之夜 我们看到在座的每一位跨红者 也都会一窮出席 与大家用一个庆典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 成为一位跨红者的喜悦 我们用各样的方式 要让大家明白 其实我们跨越了这道彩虹 我们的生命反而变得更自由 而且变得更开心 我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网址 以及我们的粉丝专页 可以更多的在这些活动结束之后 与我们联盟联系 有任何的资讯 或者是你有任何需要 在这个联盟里面 我们都会把合适的资讯跟大家来吐光 让大家可以在找寻资源上面 可以有更多的管道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正辉 跟来自各国的华同志的代表的分享 那在这里 我们就在这里要正式宣布 敢于不同国际联盟筹备位置在台湾 正式成立了